而讲到化学能呢,其实又在讨论的重点就是所谓的能量 那讲到能量呢,在化学当中常常我们在讨论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物质 所以呢,基本上你要知道我们在讨论化学能的时候 是在讨论物质跟能量里面的能量 而能量当中呢,又有一个东西叫做化学能 那到底化学能是什么呢? 在我们讲化学能之前,我们至少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啊,在战争当中或战争相关的影片 你可能会看过这个场景,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台轰炸机,放了很多炸弹出来 那当你仔细看这个炸弹的时候呢 它就是好好的长成这个样子,OK? 都是一个一个的这样子固体的形状 然后呢,它的边界很清楚 长成这样子一个锥体啦 或者是长方体啦等等的情况 可是当这个炸弹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呢 哇,这不得了了,就真的是砰! 发生了一个大的爆炸 那结果呢,就像是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呢,第一个有很大的声响跑出来 然后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什么呢 你会看到光很亮 然后再来呢,你会旁边感受到很多的这个热 OK,那所以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呢? 我们知道啊,很多的这个能量呢 光是一种能量 所以我们会说有光能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声音其实它也可以说是一种能量 所以有声能 然后再来呢,我们也知道热是一种能量的形式 所以我们可以说有热能 那这些光能、声能、热能原本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知道能量不会无中生有啊 基本上会有一个所谓的能量守恒 OK,所以这些能量呢 其实是储存在这一些炸弹里面的化学能 这些在炸弹里面的化学能呢 最后转换成了下面这一些的能量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想一件事情了 那到底化学能,我们要怎么样去描述它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给一种定义 就是说任何物质所具有的总能量 它是一种内能 OK,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物质所拥有的内能 所拥有的内能 OK,那因为这个内能呢 基本上它是不能直接测量的 OK,这个东西很重要 它的绝对值大小无法直接测量 好,就是说呢 其实我并没有办法直接去测出一个物质的化学能 那但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是 看到化学变化的时候 去找到这个化学变化当中呢 所释放或吸收的化学能是多少 OK,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讲一下这一个观念 好,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知道光